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火拍明镜历史台的人生之中节目 这是一个漫长的连续性的节目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连线到在旧金山的汪龙先生 汪先生您好 你好 和平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 您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做这么多次 这么长 对吧 这开始我访问您的时候 您认为可能只要谈一次就可以了 谈些什么问题 说实在的 第一 我家族的东西就比较 人口也比较多了 这还是我父亲的这一边呢 那我母亲这边还没讲 下一次 下一次就讲您的母亲这边的故事了 然后我们再讲您到 香港怎么样 这一集我们集中精力讨论 怎么逃到了香港 不过在节目之前 我还是讲一下 那么明镜这个电视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 所以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很多地方的观众啊 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 不像传统电视 只有在纽约 只有在某一些地方可以看到 比如说汪龙先生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电视主持人 可惜啊 您那个时候是传统电视年代 所以您的名气主要是在旧金山 对不对 过去过去 这个说实在的 我认识一个老人家 他会这个 磨骨 磨骨头啊 就是这个命像 他会命像啊 看洪水啊 这个老先生 他就替我呢 这个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做了好朋友嘛 他呢就常常我们见面啊 聊天啊 他就免费啊 替我去磨磨骨啊 他这个人对我非常好 我搬家了什么东西 买了房子啊 他都是免费的替我去看看风水 跟我讲啊 是哪个位置怎么样 哪个位置怎么样 该放些什么东西 他呢磨了骨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呢 你做这一行是适合你的性格的 但是呢 你不会 呃 像就是香港的什么汪明权啊 什么东西啊 这这些呢啊 啊 什么刘德华啊 周润发啊 你做这一行是合适你的性格 和你自己的才能 问题就是你不能像他们这样子 这个地方出名了 另外其他的地方都很有名 你不行 你现在是某一个局部 这个地区你可以很有名 但是呢 你像扩散到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呢 也就不会像他们这样子被人认识 但是您告诉他 您告诉他 您告诉他 他可能错了 可能错了 现在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经是全球可散 全球可散 而且是长久的影响力 有的人已经呢 给我来信 我也转给您了嘛 对您是这个 对您在电视台的表现 电视台的 哎呀 觉得您是 非常非常好啊 很多行情词我都忘记了 对您赞扬有加 很有风度 而且还有一些网友从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渠道 他们对我们的节目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那么其中 就是补充了一些意见 比如说 我最关注的是 陈公伯 她被取决以后 她的夫人 她的小孩怎么样 那么陈公伯的夫人呢 李女士 曾经是 李树庄 对 李什么 李树庄 对了 李树庄被认为是党内 第一美人 我都不知道这个党内第一美人 是共产党第一美人还是国民党第一美人 因为陈公伯 同时是共产党 也同时是国民党 我就没有查出来 但是查出来了 这个李女士 是这个 是这个中共的历史上第一位 女性领导人 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所以早几年的中国有个电影叫 《建党伟业》 是建党什么东西 里面其中还有她的 对 建党伟业 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女性 就扮演了 陈公伯夫人的这个画面 扮演了她的这个角色 那我们知道陈公伯这个案子 如果真正了解陈家 陈公伯的这个过程 就比这个历史上表面上的给陈公伯的汉奸 要丰富很多 事实上在去世之前 陈公伯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那么在您的节目中间您已经提到了一部分 那么我就有兴趣啊 我的兴趣就在于 陈公伯的这个夫人怎么样 她的好人怎么样 我就一直在追 终于追到了 终于追到了 但是只是一部分 那么李女士怎么样 她是带着自己的孩子 两个孩子 一个叫陈干一个叫陈曼 当时候的司法还是算比较的公正的 听说呢给了他们一部分 生活的经费 然后呢也没有把李女士给 作为一个汉奸加以取职 因为她就是一个 嫁鸡才学鸡 嫁狗才学狗 对吧 你丈夫要干什么 我就帮到这旁边来 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虽然她自己 也是一个 曾经是个热线的革命家 或者说呢 自己也读了很多书 但是她更多的 不像这个 你们家的汪家的那个陈碧君 对吧 她没有那么的积极参与 所以她把她的两个孩子 带到了美国 大孩子叫陈干 小孩子叫陈曼 那么我昨天才把 陈干的情况 有所了解 有所了解 她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是在密西根大学 工程系 担任教授 担任教授之后呢 然后退休以后居居在旧金山 居居在旧金山 非常遗憾 在去年的疫情期间 跟她的夫人信号去世 网上有很多的传说 说她是每年可以有几千万的收入 因为说她在某个公司工作过 那些细节呢 我是 知道她一位朋友非常了解情况 等到我以后再跟她直接交谈以后 再跟您报告或者跟我们的观众报告 好消息是什么呢 成干夫妇 有四个子女 不错吧 对吧 不管她的家族成干不是一个什么下场 但是至少她的这个有四个子女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是一个 挺不错的消息您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这几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小孩啊 或者是什么家人啊 或者是什么家人啊什么东西的 这个政治婚姻呢 都很少 很少 你看汪精卫 他自己的五个子女 没有政治婚姻啊 没有政治婚姻呢 对不对 你现在你提到了这个 成功博 我看看都是什么工程师啊 什么这些 这些很专业的人才 他也不是那个那个政治的婚姻 周福海也是啊 我们看看蒋家的和孙家的 一直现在的毛家的和他们这个整个 中共政权里面的多少的孩子他们都是政治婚姻 这是一个特点 你可以发觉一下这是一个特点的特别的规律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们的小孩下一代就没有政治婚姻的 还有一个事情也是昨天我给您报告了 但是我有一点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我昨天跟您说 这个陶希胜的三公子 我也找到他的下落了 结果我发现了 我给你的信息有一点的错误 我说是不久前去世的 后来我查证不是 是三年前 去世了 对 有一年这个 他的外甥过来的时候跟他谈起来 他到了这个旧金山也是住在他舅舅的家里 但是他说就已经去世了 舅妈还在这样子讲着讲提到了一下 所以无所谓了这个事情 对但是呢 因为危机上啊 写 陶希胜这个条目里面啊写到了他的名字 叫陶恒生 他也是一个工程师啊 是一个水泥专家 台湾大学 水泥业通厂 对 这个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好像是什么专业毕业的 机械系 机械系毕业 那么他1977年就到了这个旧金山 那么他最著名的是写了一本书叫高陶世金史末 在中国大陆的名字叫 叫什么高中五回一路 高中五回一路 那么这个当时的危机上面没有写到他什么时候去世 只是写到他是1931年生 那么根据我的了解 他已经在三年以前去世了 你们跟他还打工交道吗 陶恒生 我一直就是说因为他跟我住得很近嘛 他也在中国城的另外一边 我在中国城这边 我穿过中国城就可以到他住的地方 他一直说是没有时间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这个 懒了放下来放下来以后一直都没有拜会他 一直没拜会他买了他的书 他的书里面就已经包括了他自己的住址在什么地方 他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他联系 谈谈这一类历史上面的东西 所以我就很想抽时间 结果呢就是这个推三场四 对了就推掉后来就知道他 已经的这个这个年纪太大了 也是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 干脆就就去放下这个事情 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跟他交流好好交流交流 对不过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尽可能提供一下 这些历史名人他们后代的准确的情况 我还是觉得很高兴的 整个周末我的时间都泡在这个上面 又要查资料然后又要找朋友朋友跟我讲了一些情况以后 我也觉得不对头又去合适 但是正如合适了陈公博和这个 陶西胜的其中一个孩子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说嘛 您的这个节目啊就是打破了那位 风雪先生的观点 您已经是有了全球影响力 不能这么讲 不敢不敢 因为我完全是业余在这边 在了解这些东西都是间接的 都不时节的了 因为我们年龄的关系啊背景啊什么东西的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妈妈从来就 就不跟我们提王家的事情很少很少知道 甚至知道那个我 零离开了大陆前一天的晚上 我妈妈才 很小心的很细声的跟我再偷偷的讲 她说你有个亲姑姑就是我爸爸的妹妹 在台湾 她一直都不敢讲 一直到我将近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前一天晚上 他才偷偷的跟我讲这个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假如真的到了香港以后啊 真的生活是没办法熬下去啊 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联系一下 看姑姑能不能够 帮你的忙 结果呢就是 没需要 一直到了 我来了美国以后 联系是有联系的 在台湾 谁信呢 就联系是有 那见面的一直后在 我都来了美国 移民来了美国以后 在到台湾去旅行啊 才见到姑姑跟 她的丈夫 我叫她姑丈 他们司徒 她的丈夫就姓司徒嘛 司徒家也是 一个在中国很有 很有历史记载的 这个家族的 这个家族 是司徒什么 司徒什么 您可以讲吗 可以啊 这个司徒家呢 就是他们 在我姑丈啊 他们家里呢 就是 七兄弟姐妹 我姑丈呢 是 大哥 大哥 除了他一个不搞音乐 其他的 全部都是搞音乐 六个弟弟妹妹都搞音乐的 其中最有名的 这个 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 司徒海城 就是他的弟弟 中央乐团 北京中央乐团的首席 司徒华城 就是我姑丈的这个最小的地 还有那个中央乐团 在北京中央乐团的大齐齐的首席 跟那个独咒 跟那个独咒 叫做 司徒 是女的 叫什么 西徒什么 他要到莫斯科去留学 到 到苏联去留学学医院 这个他们也出了一本书 叫做《剑与琴》 《剑与小提琴》 就是《军剑》 因为我姑姑的公公 就是司徒孟延 司徒孟延就是 在美国留学以后 学了这个造船业 在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了以后 回到了上海 在那个上海的江南造船厂 做了这个总工程师 做了总工程师以后 这个江南造船厂 当时拿主意的就是英国人 英国的这个总监 要造什么船 设计好了 这些图纸 都要给这个英国人 这个总监 要签名干印 同意送到伦敦去批准了 然后江南造船厂 才能够开工造船 结果1914年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那美国要委托这个江南造船厂 造四艘运兵的兵舰 运兵的兵舰了 结果就是 什么我听不清楚 我没有讲话 我只听你讲 对不起 这可能是一个时间 有一两秒钟的插入 我就听了自己的声音 对不起 结果就是 师徒孟严就认为 他是我们江南造船厂 有能力去接这个生意 结果英国人在插入楼上 在上面 就是总监 他说不行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四孟严就跟他争执 争执是说可以 可以 不是不可以 可以的 那结果这个英国人 就认为自己 我不签名 盖印同意 伦敦那边一定不批准 谁知道 师徒孟严真的把所有的设计图 全部设计出来了 设计出来了以后 因为他的上司 那个英国人 随手讲会 不管了 结果师徒孟严就把这个 代理监督跟总工程师 都一起包揽起来 把这设计图全部弄好了以后 送到伦敦去 伦敦那边批准 先做两手 到了1916年底 就这其中有两手 就已经是造好了 它的空债的量 是7800多吨 然后满债 可能就是过万吨了 过万吨了 这个运兵船就造好了 美国收货 收货以后到1917年18年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后面的两手军舰就不做了 所以江南造船厂就交货的交了两艘万吨的巨轮 所以中国人做万吨巨轮不像是在大陆我们的宣传 结束过的1958年大约有一部万吨的货轮就造好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造的这个万吨巨轮 其实这个历史不对 1916年 师徒孟延作为总公司 城市跟总监就已经造出了万吨巨轮了 这个历史是应该要盖过来的 师徒孟延除了这些这个事情以外呢 他还是中国人当中做小提琴的第一位专家 第一位专家呀 这个有 因为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 就是很迷恋这个小提琴的声音 所以他就拿了小提琴以后呢 就在这个公寓的底下呢 这个底层里面呢 这个楼梯的底下呢 做了一个小工厂啊 工厂啊 在那边呢 自己呢就按着这个这个小提琴 对不对 看着呢就做 拿了那个水果的那个木箱啊 木头箱子啊 来慢慢慢慢地弄啊 这个锯啊什么东西的 谁知道就有一个波兰的犹太裔的人呢 刚好就住在楼上 他也不知道 这个犹太人呢就看见一个中国的小伙子在那边呢 就是在那边呢 就是去那木头啊 看着情形就是很细心的 很用心的在做小提琴 他就问他 他说你学小提琴啊 跟谁学的 他说没有啊 我就拿着这个小提琴看着 我就有兴趣 我就来做了 他就问他 这个波兰人就问他 他说你 是不是要看一些其他的琴啊 或者是你要看看有没有兴趣看看我做的琴啊 司徒梦言当时也不知道他就是制琴家 制小提琴的这个这个这个专家来的 他就好啊 那就跟着他到楼上 楼上就看的时候 原来他就整个整个房子里面都住了 哦 几十个那个小提琴都是他做的 而且呢 在这个芝加哥的交响乐团 芝加哥还是 还是Findlelfia的这个交响乐团啊里面啊 他是调音师 把这个小提琴啊 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声音会变了 就找这个调音师把它调好 而且调音师还有一个负责 要把全 全过乐团啊 几十个大提琴 小提琴 中提琴啊 被大提琴啊 这些声音呢 要把它能够融合起来 这个琴的声音 不要东一个西一个 这个声音那个声音 他要把它融合起来 要符合着指挥的需要 这个也是不简单的 原来他就是包了这个交响乐团的 这个这个这个 波士顿交响乐团 什么我忘记了 反正在这个事情 他就这个这个犹太人 就教他做小提琴 但是呢就有一个condition 大家要互相的可以是保证 就是我教会你所有的做小提琴的这个功夫 但是你做的小提琴不能在美国 拿来美国在这个市场来做 来卖 当然了这个这个 他要要要要要跟他自己的这个徒弟 跟自己师父啊 来的争生意 这不可能啊 那个师父梦延就答应了这条 所以呢 师父梦延在19 19 一几年我忘记了 反正有个世界国览会 他就做了一支小提琴 去参加展览 结果呢 这个犹太人就跟他讲 他说假如你这个小提琴 签你的名 师父梦延 大家一看 是中国人签的名字 那首先给他们印象 就是中国人做的小提琴 都是不太行的 他说那什么办法呢 可以去参长呢 他说这样子 我把你的名字跟你的名字 加在一起 这是我们一起来做的 师父梦延刚才同意啊 他是同意 同意以后呢 结果呢 这个这个小提琴呢 就获奖了 是获奖了 所以中国人第一个 造小提琴的 有人说是上海医学院的院长啊 那个谭书珍啊 其实谭书珍比他还要晚 谭书珍到法国去留学 他呢就是 就是他对广东音乐 所以这广东音乐里面 加上小提琴呢 也就是师徒梦延 首先提出来 要他们去做的 什么吕文成啊 和大杀啊 这些都是 他回到中国以后啊 大家一起研究 广东音乐怎么样的改革的 所以加了一些西洋音乐下去 就是师徒梦延的这个功劳 所以他师徒家里面的 音乐人才啊 可以说是无论是 台北的交响乐团 上海交响乐团 北京的中央交响乐团 都有他们师徒家的 人在那边呢 都是他们做首席啊 做这个独咒啊 是这样子的 对 他们是开评人 也是很有很有 很有很有兴趣的故事 对 是开评人 是吧 开评 师徒是开评人 对对对 她的女儿早几年在去世 叫 司徒智文 司徒智文 对对 拉萨奇形 大铁金家 对 不过我们今天又 到莫斯科去留学了 对我们今天不能又又讲得太黑了 太黑的话我们主题又离开了 太多了 今天我们现在还是要集中讲 你怎么成功的逃到到香港 你说前一个晚上你的妈妈跟你讲了话 说你有这么一个亲人 那您的妈妈是知道你偷兜的是吧 知道 她知道我偷兜 她的内心是非常矛盾 因为儿子就我这么一个 所以呢 走成功不成功 这个儿子呢就 你成功了你就永远都见不到了 你这时候偷兜你不能回去 所以但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状况 底下根本就没有让你出头的日子 什么东西都把她封死了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你跟我去上山砍柴下水 摸鱼抓鱼到市场里面去卖 你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些工作 我是靠嘴巴靠拿笔靠嘴巴来吃饭的人 那是你就不行了嘛 所以她心里是很矛盾 她也希望我走 但是又不希望我离开 又就这么一个儿子那边了 所以她内心是非常矛盾 当然这个成功与否 谁也不敢打包票 所以呢在 在准备要去实行偷渡的时候 那就很多我自己个人来讲 有很多准备 不单是游泳爬山 很多东西你要考虑的 第一个水寻 就潮汐 水流向向澳门这个方向去的 向香港这个方向去的 有多少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是不能动的 这个潮汐的力量太大了 当然我在中山生活的时候 大概河流也有涨潮退潮 但是呢 我呢拿不出了所以然出来 我还请了我们中学的 这个以文老师 冯先生 他呢是可以说是 学念书念的非常多 我就问他 可不可以抹到这个规律 他就写了给我 写了给我什么时候涨潮 什么时候退潮 我就拿着这张纸呢 就偷偷地去河边里面去看 看不懂 跟时间对不上 第二个 比如说紫时涨 紫时就是晚上11点到1点 这个是紫时嘛 这个究竟是涨满了潮呢 还是开始涨潮呢 摸不准 这个事情就是很头痛 结果呢 就有一次呢 去那个抹鱼抹虾 抓鱼抓虾去卖的时候啊 就跟那个水上人家 广多人叫他们是淡家 就是住在水上的 跟他们打交道 请他们抽根烟啊 什么东西要聊聊啊 什么东西就问他们 这个退潮 涨潮 这个当然不是故意问的 像聊天一样 无意的那个 这个水上人家 他一句话非常简单的 原来他说你们练书出来的人 很容易的 他说农历的日子 农历的日子打个八折 怎么打八折 乘0.8就八折 比如说农历二十 二十八一十六 十六就是下午四点 开始水流向澳门那边去了 这整整这个潮水的时间 我是找了这么久 一直在找找找找找 一句话解决了问题了 下午几点 结果就真正正 下午几点 他这个讲法 对了 差是有点有点点差出入 下午几点 大概不错 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什么 下午几点 刚才说 下午四点啊 下午四点 不是下午四点吗 OK 下午四点呢 就开始呢 水涨满了 往外海流过去 就是到香港澳门的那个时间了 前前后后呢 可能有半个小时的差别 但是不大 这个不大了 这个 所以这个问题呢 解决了 那第二一个呢 就是路上 路上有解决的一个 你要吃的东西 你要喝水 你还有呢 这个扶水的工具 就是救生衣啊 这类的东西 你怎么样去解决 还有你要看时间 看时间 我手表已经卖掉了嘛 我没有手表 我带什么东西 我带了一只 阳城牌的小马蹄 马蹄表 这马蹄表 都放在 放在那个挂包 放在挂包里面去 本来呢 这个 这个马蹄表 已经不走了 不走了了 我就放在这 不走也好嘛 摇一摇 还在走 那结果我就带着他们 就上路啊 这个骑车啊 走路啊 慢慢地摇摇摇摇摇 他要走了 他又走了 看时间 就是靠这个马蹄表 这个马蹄表呢 就到了 我到了 岸边的时候啊 我一看这个马蹄表呢 是晚上的 9点30分 那时候 香港澳门呢 还有下令时间呢 下令时间呢 就是要 不快一个小时吧 不快一个小时呢 就等于 香港澳门的10点30分 10点30分了 那我看一看这个马蹄表 然后我再跳到海里面去的 结果呢 我这 如果走我这个路线的话 在海上有人扶着10个小时 8个小时 6个小时 7个小时都有 但是我的记录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知道 游泳到那个香港 香港更加不用讲了 他们游的10个小时 8个小时都就有了 到澳门去也没听过 比我还要短时间的 当然是除了那些 有人带路 从那个捐过那个 爬过那个铁丝网 步行过去的 这个都不包在内 那游泳的 游泳到澳门去 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 比我还要短的时间 因为我把那个包袱什么东西 扔在那个海滩以后 我到了澳门以后 换了干净的衣服 OK OK 等一等等一等 弄了 搞了半天弄错了 不是偷偷到香港 是偷偷到澳门啊 对啊 不对啊 对啊 我偷偷到澳门去 那从澳门到香港也是偷偷吗 澳门到香港就不是了 付钱 付钱呢 也是差不多 是不是啊 也是偷渡 也是偷渡了 那就是请我们的导播 把名字给加一个香港澳门 OK 香港澳门 谢谢导播啊 OK 那我们现在回头讲一讲 这个澳门您花了几个小时 您刚才有一点很得意的样子 我创造了最短的时间 是不是啊 几个小时 对 我是澳门时间10点30分 跳到南中国海的 到了澳门穿好衣服在路上走了 就吃苹果了 到了这个跑狗啊 跑那个他有个日元 有个跑狗场嘛 对面有个电影院 电影院的二场还没有擅长 跑狗场也没有擅长 要跑狗呢 就12点 半月12点跑最后一场的 你看 跑那场还没有擅长 我就已经到在澳门的街道上面去走了 反而言之 我在海里面的时间 充其量就是一个半小时不到 OK 大约就是一小时15分钟左右 OK 我们再来 我没有听过别人比我更短的时间是从海上过去 OK OK 我们还需要细节 您是在珠海哪一个地方跳到海 还记得吗 我只能够猜 因为乌七抹黑的身手不见乌指 我哪知道是什么地方啊 反正跑到那些地方就跳 有海就跳下去了 那跳下去是您根据这个 不知道什么地方 根据这个潮流会帮助你 对 这个潮水就把我推过去了 就这样子把你推过去 他推到澳门黑沙环那边的时候 我已经听见了这个澳门的居民在搓麻将 在搓麻将 搓麻将的声音啊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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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的声音啊 那时候我才发觉原来那个海的海水水存啊 我这个人猜无论如何我猜不到 这个人呢 那个海水把我推上按照片去 那个速度啊 我根本不敢相信 快得太厉害了 那时候我害怕 为什么害怕 我跟你说我前面呢 除了一个小沙场以外呢 那个浪啊撒到那个防波堤上面啊 防波堤长年的被海水震泡的 又干又湿的话 那里面的很多的海生物的那个壳啊 对 刺人的 比如说那个蚝啊 什么东西呢 这个外壳很风利的 海浪把你推上去 然后再把你拉下来 开场过渡啊 对啊 离命了 我很熟悉啊 我很熟悉 很危险啊 对 非常危险 你就是在北天 我那个时候太快 北天你看起来都非常害怕 你不要说晚上 对 尤其晚上啊 你你你你而且你就更 很危险的这个事情 我我后来我是把我 我掉过头来 我掉过头来游啊 嗯 就太快了嘛 你控制不了自己了 这个 你倒过来也是不能控制自己 就是你 尽管也减少一点点的 哦 您烦要逆流 逆流游泳 对吧 要逆流减少那个速度 还逆着那个那个潮流来游啊 然后还是把我推上去了 当我的脚啊 一碰到这个沙滩 我马上的一弯腰就 十个脚趾头 十个手指啊 全部死命的抓住这个海滩的海 不让他把我再拉到那海上去 那就是趴在那边了 这个海浪一下去了以后啊 拼命的又又又又又跑两步 又跑两步的时候啊 那个海浪一来了啦 又又拼命的抓住那个 那些防空体的底下的那个石头 抓住让他们的 把我拖到那个海里面去 所以这个海上呢 就是也是有这个惊险的东西了 那还有几个比如说 喝水 我没有水壶啦 那个金属的水壶我没有 我拿什么来装水啊 拿了这个人民医院呢 掉那个盐水的那个500cc的那些玻璃瓶 拿了这个玻璃瓶 它那边有没有橡皮的一个塞嘛 这个塞啊把它塞完了以后再反过来 那个水就不会漏出来 还就是500cc的 然后呢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叫面坨坨了 就不是馒头啦 馒头就占地方 我不让它占地方嘛 就根本的就是这面坨坨 把它蒸好了 割点盐 油都没有 就是带着这个硬邦邦的这个 那你游泳的时候 那个东西怎么绑在身上呢 游泳的时候 游泳这个食物就不带了 就扔掉了 OK 食物就扔掉了 那然后呢干净的衣服呢 就我是到那个那个就医店里面去啊 就买了一条 那个根本是秋天穿的很薄的那泥绒裤子 这个当然很热了 夏天了对不对 但是你也没办法啦 没有别的东西了嘛 然后呢一个T恤 一个一个短袖的就文化衫了这样子 是有领的有领的 那然后腐水的工具要用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做宣传队的时候啊 往往往要到农村去演出 怎么带枕头啊 就带了个塑料的枕头 他有一个口打开吹 一吹塞着枕头 对了 但是我呢就本身就有一个 我又再买了一个 再买了一个 好 这些东西呢全部 这个海绵脱鞋 那时候已经有了 就带一双 这个可会浮水的没问题 那个衣服呢 我就用这个塑料袋子啊 把它呢装起来 装起来以后这个口呢怎么样 让它不用 不会破呢 不会松掉呢 用橡皮圈当然可以 橡皮圈占地方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那每一层是怎么样 让它不会漏水呢 就用那个做收音机啊 不是有那个电的那个烙铁 电的烙铁 下面呢就用一个那个挫刀 那边有些挫牙在那边嘛 很粗糙的嘛 上面是用 上面呢就是用这个挫刀 上面呢就用那个电的烙铁 用一个铁的直线把它压住 然后呢就把它烙了 烙了一层又一层 一共呢是五层的塑料袋 五层的塑料袋 到了澳门上岸去换衣服的时候 破了四层 四层都是漏水的 我说哎呀拜托 第五层千万千万不能湿的 你又是在那路上一走的时候 你碰见人别人就知道你从海上面过来的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幸运 到了第五层没有破 都破了四层 四层才无一切这个 因为我临走的时候 我的女朋友也是现在我的太太 他就堵了十支咸鸭蛋 也不还没有淹好的那个咸鸭蛋 在路上呢就是两天的 因为第一天我下雨啊 要过那个水塘 一过那个水塘呢就变成了 就这些东西呢就是食物呢就 我没有用那个塑料袋装了 一震了生水 他就已经收了 已经马上又天气太热了 那么收了 就这么几支这个咸鸭蛋 他就在路上去了 OK 路上还 你刚才有这不要着急啊 还有个细节啊 您刚才透露了一下 你秘密的生活 你说秘密的生活 您现在的他的就是当年的女朋友 是不是 对 这个故事在哪一节的时候要讲一讲 但是我 我是两个细节请问你一下 第一个是 你怎么跟你的女朋友告别的 在偷渡的时候 偷渡的时候 说实在的 我最初呢 是希望跟他一起走 但是问题呢 他呢就没有 游泳铺过关 我会游 但是游泳他不过关 第一 第二一个 他的哥哥就跟我商量 他说 我现在搞船了 有一条船 要怎么怎么样 已经想到七七八八了 那我跟他哥哥商量的时候啊 是我就跟他哥哥准备是跟他哥哥一起走 然后就带着他这样子 但是后来他说既然是搞船就差不多了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哥哥就搞船了 你坐船总比游泳安全 你游泳你还要爬山啊 爬多少天你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谁也不知道这个将来会是怎么样 山上要遇到什么情况 你谁也猜不到 但他也很矛盾啊 他也希望跟我走 但是呢 他自己又怕累赘 就变成这就累赘的时候啊 变成了又怕不成 当然他也怕会连累到这个家里 兄弟姐妹啊 爸爸妈妈 他们以前也是家里是所谓的什么资本家 他一个小饼店有时候是资本家嘛 整天要有什么运动又来了 什么又要斗争了 什么东西 他也有点害怕 顾虑也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选这个选这个同伴 也是很很不容易选的 选到有血 他愿意跟我合作的 当然一个人可以不是不可以 但是很危险 路上有什么东西 总有个人照顾还比较好一点 但也不要超过三个人 三人成重 他就认为你们政府的公安机关 他就认为你呢会会聚众去搞偷渡嘛 这个最佳一等 虽然在珠三角偷渡的人家呢 比比皆是 每家每户几乎都忍忍去偷渡 但是风声一紧的时候啊 你抓起来的时候就就就就麻烦了 这个事情了 谁也不敢保证是能够能够成功的 是不是也有人失去生命了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有有有我直接认识的也不少 直接认识的也不少 所以风险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风险很大 生命危险政治风险经济危险 那你跟你女朋友见面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是引爆还是手难手还是来不及告别 这个你怎么去表现呢 就是 拉着手在 在厨房里面偷偷的去讲 这个也不让他的爸爸妈妈知道 要担心了 这个东西的啊 所以呢就是偷偷的 他也很矛盾的 但是你不去 你到了农村里面去 你作为支撑 农民作为一个阶层里面 最低层的农民 你们作为我们一个外乡的人 到他那边去 他每一个小队基本上就是一家人 都是一个姓的 你插了两个外员 他认为你去 到了那边就是分薄了他的口粮啊 所以就排挤你们 最困难的东西就让你们去做 公分最多的他们是十分 你们是只能够有七分 七分钱都不够买一包香烟啊 你怎么不熬下去 这个 你将来还要 我还是需要一点细节啊 像你那个时候很年轻 你的女朋友也很年轻 对吧 你还记得你们是 最后面是怎么告别的吗 按照现在的电影界 镜头很简单 引爆一下 对不对 那你们那个时候还敢引爆吗 还就是手牵一下就走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跟他一个同居在一个茅屋的了 对我知道 但是你怎么表达这种情感呢 只能够只能够说 我到了以后 我说你哥哥是准备弄船 你跟你哥哥也可以走 他哥哥都是重拳了 不跟我一起去爬山去走 结果他哥哥的船流又跑不成了 又不成功了 当我跑到了以后 他呢就是这个这十斤鸭蛋呢 就是他就在家里面呢 偷偷地从那个 在盐水那边泡这么拿出来 还不够咸呢 就淡淡了 他就偷偷地把它包起来 放在我的包里面 然后呢 我就骑着一辆车 他也骑一辆车 就送我到那个郊外 送到郊外里面呢 当然了没有 没有说是儿女情长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 那当时根本不敢表露出来嘛 这个事情 只能够两眼相望 四肢眼睛你望 你望着我望着 我慢慢慢慢远远的 就离开了 车子就离开了 OK 我还是要另外一个细节 您的妈妈 你怎么跟他告别的 我最后跟他讲的一句话 我就说万一我真的走掉 没有了 那你就不会想那么多 你就想少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 就算了 你不要再寄望的是任何的东西 就是最后是跟他讲的 你妈妈怎么说呢 你还记得吗 我妈妈她也没话讲 她也没话讲 你留在这边 两个抱着一起死 不要让你去 你就你是完全是没有 就没可能让你有活路嘛 他自己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可以 有某些地方是可以出人头地的 但是就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你明明这是我 就是平常我们开玩笑的 我说你成 你不成也得成 你说你成 我说你不成 你明明成的都不成 就是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子 明明知道你成的 我说你不成 你就不成 你就没有前途了那边 那我担心了我不敢 那你妈妈是在 你们是在一种什么场景之下 告别你的妈妈的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住那个 那个我跟她是同一个房间 那时候是在房间 在这个楼梯门口 就是您关着门 关着门以后就 我就跟她讲这么一句了 当然大家都是喊着眼泪 在讲话 以后能不能见到 绝大部分都是不能见到 地理学是没有见到 后来您真的没见到你的妈妈 没有 抱歉 所以就是她是 当然我走了以后 这影响也是很大 我妈妈就拿出来斗了 什么什么东西了 这个 这个 我女朋友家里也抄家 也抄家了 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我上一次跟她讲到 自行车我舍不得把它丢掉 这个将来真的不成功的还要 还要拿她来吃饭 那车子来吃饭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以下就是 但是你交通工具是怎么解决 交通你怎么解决 你坐汽车到那边去 不行 一定会查 一定会查 然后这个暗哨 我们都知道有暗哨在那边 这民兵暗哨都在那边 那结果就是我想了一个办法 整整这个办法是想了两年 从1967年一直想到1969年 成功地走了 这个想了两年 什么办法 假如一个人上山走的 两个人骑一辆车子 这个上山那个把车子骑回家 两个人去的四个人两辆车 两个人上山了以后 两个人骑车就回家里去 是这样子的 所以变成这个情形底下 我第一69年的第一次 我记得是6月6号 6月6号 6月6号那个时候 刚好是农历的5月的 5月的后半夜了 也是这5月的后半夜 农历 具体日子我忘记了 大家20什么 大家忘记 谁是呢 我算错了时间 我当时是两个人一起走 就是两辆车四个人一起去 去了以后 两个人把车子 就是骑回来 就这样子 那结果呢 两个人去了以后 去了以后呢 就准备呢 就是要出到外面呢 去那个 去走了 这个两个广州来的知青呢 他们就跟着我们两辆车子的后面 当我们把车子停到了公路旁 跨过那个水塵了 他们就把两辆车子呢 就骑回去 要说可以保住两辆车子 那跟我第一次 六月份这个 这个六九年六月份 那个跟我第一次走的是呢 这本来是公安机关里面的公安干部 公安干部 他呢 就在公安干部里面呢 就是在盖印啊 批准别人出去的 中山县这个公安局里面 批准人出去的 但是受轨 受轨了以后呢 就批准人出去了 结果这个事情呢 东庄事发 东庄事发了以后呢 他就坐到老改常了 就去了 蹲了两年 两年的发作 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这没工作了 也是上山砍柴的时候 认识他 他也想走 他也想走 那结果呢 就是想着就跟他一起走 后来他就跟我讲 他说就砍柴的时候 就跟我讲 他说在他的前面 从1949年到他坐牢 前面呢就有七个人 他是第八个 都是因为你坐这个位置 受回坐牢的 连他是第八个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贪心 贪小便宜 每个人心里都脱不开 你是共产党干部 谁都好 你是没办法 这个逃脱得了 这一关 他是第八个 当时呢我就看那个天气呢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七点多 我们中午十二点就已经到了那个 一个叫坦州那个地方 坦州再过了一条小溪 一条小的石桥 石桥过了这个小溪呢 那边呢就是珠海 就是第一边坊 这小溪的这边呢 坦州中山的坦州呢叫第二边坊 所以坦州的这个公共汽车的 站桶那边呢就有两个小的 避雨的避风雨的瓶子啊 还有那个石的椅子 有人在那边下象棋啊 有人在那边卖甘蔗啊 卖茶啊这样子呢 两分钱就可以一杯茶 也有 那其实这些就是民兵 其实就是民兵 看着里面带着大包小包啊 下车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啊 该到什么地方去啊 那就一问 一问就抓了 就抓了 当然还有一些呢 就比如说到县城 县城的离开县城的第一个 汽车站呢 叫做华佗庙 纪念华佗的华佗庙 华佗庙那边呢 也有也有也有变异警察 也有变异 所以你我们出出进进呢 在县城里面 大家都都人口不多嘛 10万人都不到 那个那个时期那时候 县城的时期 10万人不到 大家出出入入的 而且我的脸呢 整天都是演戏 当然演戏大家都都都都会认识 但是你到了坦州那边去的时候啊 就骑车骑了 骑了几个小时啊 就就没有多少人认识 就打扮成了那个知青那个样子 当时看那个天气呢 就是7点钟呢 开始太阳就下山了 谁知道呢 到了那个坦州以后啊 在农田里面绕了三个圈 太阳还没刹枪 那时候因为在城镇里面呢 总有这高楼大厦 四层楼五层楼啊 叫两层楼啊 这些这挡着太阳里 你就可以觉得是很早的天黑 谁知道到田野里面去没有 完全一片水田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大山挡着 那太阳要8点钟才下山 这我们离开的早 离开那个知青的那个房子啊 早了 绕了绕了这田里面 那边绕了三圈了 这不能再绕了 再绕边就知道 你这边绕来绕去嘛 这不敢再绕 不敢再绕的时候呢 那就只能够离开了那个小镇啊 那个就从田梗那边呢 那就走过来 走过来那边面对着这个公路 那个广州到中山石崎 那就叫做广中公路 那从石崎到澳门关长 那就是奇关公路 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从广州那边开始 每一公里的路旁 都有一个石碑在那边挑着公里的数字 一 奇了可以的 二 两公里 那到了坦州前面呢 大约是多少公里呢 大约就是135公里左右 这些我们都已经查清查楚 都已经就踩点了 广州到石崎85公里 石崎到关长63公里 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调皮的话 向63公里进军 你过了63公里就到澳门了 那因为呢就到坦州那边呢 大概有135 133 你千万不要过135 你过135以后呢 就是那个小区 小区刚好是拐弯 公路拐弯 一拐弯 民兵就在那边等着 那个杂子就在那边 杂子你想退没得退 所以要提前了两公里呢 我们就先走进去 那个知青的那个茅屋里面去 去那个逗留 逗留制造的晚上 晚上吃完饭呢 洗完澡了 在七点钟多一点呢 就离开了 走出来 随之他在走 这田梗上面兜了三圈 那个再不能再兜了 那只能走上公路了 那走上公路的时候呢 就刚好 就对面有一个解放军 推着计程序 跟我们面对面走过 面对面走过的时候啊 这个跟我一起坐过 公安民警的那个人呢 他就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的时候 他就他在前面 我就跟他在后面 他就首先呢 就问这个解放军 问这个表面 同志某某某某同学 是不是在一个大队啊 那个解放军就回答了 他说是啊 他马上他自己又 自己跟自己说话了 他说他叫我们来 跟他就探访他一下啊 带一些什么嫌疑 给他的啊 我们的晚了 这个七村就过来 他拆了 都怎么我晚了 我就找不到他的文字 所以问一问你啊 这么一边问 一边就走 一边问一边走 然后过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讲 你千万千万不要让他 开口问你 一问你的就不行了 我要一直问他 他就没时间问我 这个我们过了一关 过了一关 很危险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的时候 大约也走了 大约十分钟左右 还没有上公路 但是在公路的前面 那时候开始已经天黑了 八点钟已经过了 天蒙蒙黑了 蒙蒙黑了 越来越黑了 又有一个解放军 他没有没有带枪 就是穿着一条军裤 白色的衬衣 骑自行车 他在公路前面横过 我们在前的这样子 这个方向要出去 这只有一个出口嘛 前梗里面就一个出口 他看见我们两个就怀疑了 就怀疑就把那个车子 就停在那个公路 跟那个前梗这个交叉的地方 他站在那边下车 看着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又不敢走进去 你走出去又危险 你不走出去 我们就等着后面两个 之亲就接我们车子 我们不能把车子给扔掉 但是我们两个人是一辆车子 他后面他们两个又一辆车子 推着一辆车子在后面 等不到后面那两个人接车的 那个广东的之亲 广州来的之亲 走不到 天就越来越黑了 那时候已经开始龙芒了 开始收割了 所以收割的时候也是下收下重 很辛苦 太阳晒 那个中午到10点半不到11点就要吃饭 吃完饭到下午3点钟 太阳已经斜了 开始斜了 才慢慢慢慢地走到田里面去 走到田里面踩到那个水田地里面 水还是烫酒 是很多之亲的中暑 那个水汽一上来 那个暑气中暑 又吐 又头晕 又透痛 这个中暑 下收下重 广东人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结果我们两个不敢出去 那我们的商量怎么办 后面就没等人了 也不想这个解放军走过来 在田梗里面走过来 也不让他等过来 想到了什么办法 两个人把戴在手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电弓刀 好像匕首一样 把他拔出来 仰了一样 在空中嚷了一下 挥了一下 嚷了 那个解放军不敢走过来了 他一个人跟我们两个 他有害怕的 到了真真正正夜幕下垂已乐了 就已经看得不清楚了 大约的距离 大约说100来公尺左右吧 100来公尺左右 就都去看 真的看看看看看了 看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那个时候农民都收工了 回去烧饭了什么东西了 这田里面根本没有人 那个青蛙的叫声已经开始了 那咯咯咯咯在那边叫了已经了 没有人来往的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对视着 那个解放军看看这个情况也不对了 他也不敢过来 我们也不敢出去 结果他就向对一面那个小村子 那个田梗就骑车就走过去了 走过去了以后 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我不管后面两个了 反正他们是本地的知青 本地的知青他们不怕 他们有当时他有带要杀罪的证明 你抓了他的东西 偷渡的东西也不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们两个人一部车子 就把他骑车就赶回去 赶回去那天一路上 民兵在那边巡逻 因为巡逻我们刚好 跟澳门相反的方向 社民兵也不管我们 小如我们是从北向南的 他一定会查 我们刚好那时候就从南到北 往北那里回去 所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其实我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天的晚上 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他们看见我们就手电筒照一照 那就算了就不管我们了 也没有拦着我们 没有拦着我们 那我们的两个人为什么呢 那就刚好就是上一次所讲的卖关子 6月6号的半夜 就是6月5号6月6号凌晨6月5号的睡到半夜 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查户口 突然查户口 我就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装好了 在那个挂包里面都装好 楼下我们住那个房子是那些华侨的房子 后来房改了 我就睡在二楼凉爽一点 三楼的房子给我妈妈就睡 我就睡在二楼 这个小小的那个 这个双枝木头 那个什么红雾的 那个很凉快的 夏天睡得很凉快的 我一听见查户口 我说坏了 会不会是知道我偷渡了 明天要走的 所以我就担心了 皮里啪拉就从床底下 把那个挂包里面装好的东西 放那个柴草房里面 扒开了那个柴草把它藏在里面 又回来又装着睡觉 要装着睡觉的时候 那个段主任跟我是有仇了 已经了 因为我不给她的女儿 那个什么贫困的补助嘛 硬着逼着我要下山去 一查她说 房安 起来 我起来啊 什么事情啊 她说有没有陌生的人来过 我说这层楼里面嘛 三层楼住了二三四人的 你可以看得到 我说我都没看到 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看到 有陌生的人来过 其实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 好了到天亮六点钟了 我就装着要去打鱼 要抓鱼那样的装扮 那时候还没有戒严 那个县城里面还在 还在那个宫斗 还在维持持继续 不让我到外面去 要我回去 我就问什么事情 后来再打听原来 就有一个说法 说是台湾派了三个特务 就从中山那边 就偷渡进来了 打死了两个跑了一个 所以中山珠海斗门三个县 连夜查户口查了三次 查了三次 我们这个三层楼里面 可能住的人太多了 我们就查了一次 结果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公安局的 跟我走的时候 他说他也有点担心 他说这个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三部一港五部一哨 在公路上面就巡逻的 就是因为要查这一个 逃亡的特务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是特务呢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结果第一次呢 是这样子的回家了 也没有成功 也没有抓 也解决了为什么吓了一跳 这个问题了 就是当年夏里真的下了一身冷汗 你什么时候都不吵户口 就是要见钱吵户口 他又要骂着 你又回家 你就下了香了 你都回去 人家跑回来干什么 又是卖鸡又是卖虾 你说有病 所以这一次没有成功是两个人 对吧 但是后来成功 您说是一个人 七月份 第二次就是自己一个人 但是我们经历已经超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所以精彩的故事 那就有下一个小时再讲 下一个小时 因为澳门您还有一位亲人 那个故事我们下一次也要讲 对 好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王林先生 下一次见 下一次见 谢谢导播 谢谢